泰国的北兰府一个社区 日前发生大火 波及了17户的民宅 其中有6户家庭 都是从柬埔寨来到泰国打工的 他们的经济状况本来就不稳定 一场大火不但打乱了生活节奏 也造成财产的损失 当地慈祭之工赶往现场发放 送上慰问金 还有必要的生活用品 原本是遮风避雨的家 因为清晨一场大火 房子只剩焦黑一片 居民瞬间失去依靠 自己送来的应急金和生活物资 带有家的温暖 泰国的工资几乎是柬埔寨的三倍 所以有很多人为了生活跨越国界 像温女士在泰国工作了十年 这里就像她第二个家乡 住在北兰府这个社区的大多都是劳工阶级 生活也许辛苦不过互相帮助 日子也能很幸福 大爱新闻黄娟苏伟泰国报导 实际上